大家好,我是Schan,我是乌鸽 今天我要为您念的是 JC陪伴40天早晚 改掉就习惯,强化好习惯 记得选一本你喜欢的笔记本 写下每次JC问你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改掉就习惯 强化好习惯 记得帮你这次40天早晚 你想要改掉的旧习惯 或是你想要维持的好习惯 写进你的日记本里 每天早晚提醒自己 这40天你的目标用每次JC 每天早晚问你的问题 带入自己想改变的 或改善的习惯中 来给就你的旧习惯 强化你的好习惯 让我们开始吧 Let's start 第25天早上 Day 25 此时地球正在加倍地成长 你们全部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 那些受过更多灵性教育的人能够了解 有一段心灵进化的旅程正在进行 你的压力和困难都在你心内 被外在世界激发出来 好让你去正视它 好让你去释放它 好让你去了解它 好让你决定是否要让它包存在你心中 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你可能看到其他人在街上暴动 你可能看到在这幻想世界里 其他人身陷在忧虑和沮丧 然后他们将会幻灭觉醒 幻灭觉醒指的是 你仍然相信幻想 但事情却不再对你受用了 因此我们希望 你们这些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来了解到 你将成为周遭的人的灯塔 你周遭的人将会表现出 其最黑暗的阴暗面向 因为那些面向会被你们的社会 积压出来 这是一年之久的革命 一年之久的革命揭露 每个人内心存在的东西 都会被揭露出来 所以很多的你们会揭露出 自己心中的仇恨 会揭露出你的恐惧 会揭露出你对事物的依赖 很重要的是 你们这些看这个视频的人 来了解到 当你看到其他人们心中 生起恐慌 恐惧和愤怒时 他们会攻击或躲避 攻 逃 呆 那是小我心智的回应方式 动物也是如此 当遇到危险时 他们不是攻击 就是逃跑 当两者都行不同时 便会装死 有时候这是行得通的 假如你被其他动物攻击的话 然而 在你们社会中 呆的方式不管用 攻的方式不管用 逃的方式不管用 这里无处可逃的 当一场全球的阴谋 正在进行时 没错 我们用你们社会说禁忌的话语 所谓阴谋 就是由一群人 一起用欺骗的方式 或是对他人不利的方式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比如几个人一起 称化 杀害某个人 这就是一种谋杀 你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 尽管规模巨大 也算是一种阴谋 小我的倾向 总是为自己所做的事情 而指控他人 这是你需要思考的问题 如果有人指控你为阴谋认者 那么有可能 他们正涉入阴谋之中 回到刚才的主题 你将会看到他人的失调 看到他人四处攻击的情况 我们不希望你们陷入自以为是的批判 我们不希望你批判他人而说 他们太不进化了 我很进化 我们希望你做的事 送爱给他们 送同情给他们 送给无论什么适合他们的最高的祝福 假如你在影片中看到人们暴动 你发送爱给他们 你不要说他们糟透了 他们不该做这些 在他们的世界 这是他们唯一能够表达自己的方式 他们有他们的感觉 没有人引导他们 没有人教导他们 没有人给他们明智的师徒制指导 事实上 他们是从小在充满暴力的家人 家庭 娱乐系统中长大的 我们总是非常压抑 你们会对街上爆发的暴力惊讶 因为你们的小孩是在玩暴力的电玩 你看了谋杀电影 警匪骗 他们互相追逐和互相杀戮 你看的那些电影 赢的人总是杀了一堆人 在未来几年里 你将会看到的就是 那些电影的场景 在你们社会中先现出来 你将会看到人们的信念 其真相先露出来 不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一方 你会看到大规模的示威 争取自由和表达他们自己追求的主权 他们有权利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 且你将会看到暴力事件 这都由你们全部的人决定 你们有这些知识的人 你们这些有高震动频率的人 把你们的频率带到与以上这些主题相关的每一个互动当中 假如你聚集你的朋友 若某一个人不屑另外一个人 他或许是悲伤或不快乐的 生气或示威 你坦率地说 这些人只是做他们说论知的世界里 觉得合理的事情 给他们 他们被给予的机会 我们必须对人们有同情心 攻击他们或攻击大楼 或攻击一群人 是没有任何不同的 在这个主题上 你们对于你们的世界 你们是未经过教育的 有很大的无知 认为恨别人是可以的 例如怨恨你们的总统 怨恨他 怨恨他 发出对他很多不好的提问 散播谣言 鼓吹宣传 不论你想不想看他 然而他们没有看到那是充满震恨的 他们说他是可恨的 但如果你做这些 你就是可恨的 这是一个镜子 每一件事都是一个镜子 他会呈现给你看 什么在你的内心之中 而这是你们全部的人 应该做的练习 你不只要对这些人 有同情心 他们感觉好像与你不同 但其实你们都一体相连 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他人 同时也要对你在自己的苦恼内 要有同情心 因为来几个月几年内 你会见证到这些 但只要你保持平静 你就会获得指引 你会获得指引 只要你依照我们一路以来的建议 去做 做奇迹课程的练习 写梦的日记 更多更长的关掉你的手机 更多更长的关掉你的电脑 更多更长的去到大字栏里 你会获得指引 你可能会感觉到强烈的敦促 要你打电话给某人 你可能会感觉到强烈的敦促 重新联系一位老朋友 你可能会感到强烈的敦促 去搬离你现在住的地方 当这种敦促来临时 我们建议你聆听 将会有许多的指引 会透过种种途径 来到你眼前 只要你处在平安及沉思 冥想的状态中 我们想要你知道 你正在经历一段 美好的体验 信不信由你 有个黑暗的网子 照在你们星球上 而现在这个黑暗的网子 正在被剪断 正如你们去拯救 被渔王困住的 美丽的鲸鱼一样 虽然鲸鱼过得不是很好 是很困扰的 但有人来拯救这个鲸鱼 然后间断渔王 会有一段惊慌的期间 会有一段挣扎的期间 不确定到底会不会成功 然而当鲸鱼可以自由地游动 高兴地在水面跳跃 这对圣灵以及帮助的人来说 是非常欢心的一件事 这就是你们正在经历的事情 黑色网子正在剪断 虽然会有一段 不确定极恐惧的期间 但青雾掉入幻灭及恐惧当中 要处在高处 活在爱与光的世界 以奇迹课程作为你的向导 我是你说之的JC 我们晚点再会 JC陪伴40天早晚 改掉这习惯强化好习惯 第25天早上 Day 25 祝你们改掉这习惯强化好习惯 成功哦 JC陪伴40天早上